大家好 我们养君子兰的时候啊 如果了君子兰长期处于一个缺水的状态 那么它的叶片呢 就会出现一个早粘 然后就下垂的情况 如果了这个时候温度又相对比较高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可不可以马上给君子兰了浇透水呢 所以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君子兰盆土啊 长期处于一个干旱状态 那么它的根系已经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损伤 如果你这个时候马上浇水 就会导致这个水啊 直接把这个盆土里面一些缝隙的给它填满了 然后赶走了盆土里面的氧气 导致这个根系呢 马上就会出现一个窒息的情况 如果根系出现了一个窒息的情况 那么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吸收水分和养分 所以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生理性的干旱 这个对植株的损伤是非常大的 会导致它的叶片下垂呀 伪念这个情况根本就没有办法复原 最严重的还会导致整个植株出现死亡的情况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正确给这个君子兰浇水呢 首先我们要把它从温度比较高的地方 把它挪到一个非常阴凉通风的地方 然后呢 让它这个土温 还有和环境温度 水温全部相适宜的时候呢 我们再给它浇水 这个时候浇水不要直接大水浇灌 我们呢 先给它慢慢浇一点水 然后在这个叶片上面的喷上一点水物 让它能够慢慢的恢复了之后 我们再给它浇透水就可以了 然后再慢慢的把它移到一个光照相对好一点的地方 这样就可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护脸 它就能够恢复了 所以呢 这个君子兰如果长期没有浇水 千万不要大水浇 大水浇啊 君子兰呢 可能直接就是翘翘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